浙江溺水的一個案例啊 就是有一對夫妻他們很恩愛 那這個老公呢 有一天他是一個工地的工人 因為出了公安意外 就是癱瘓了 就是等於是說他沒有工作能力 而且他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家照顧 沒辦法行動嘛 那他跟這個太太 癱瘓等同他性能力也沒了 是是是 然後他跟他的這個老婆 有生了一個女兒 可是那時候女兒還很小 那這個老公呢 一直覺得自己就是沒有用 那活著等於是就是活死人 對 活死人 然後拖累自己的太太 因為太太等於他要打兩份工 要照顧女兒還要照顧他 那過程當中呢 就是他當時癱了以後 他就跟他老婆講說我們離婚吧 你不要照顧我 不要拖累你這樣 或者是說這個老公 甚至自己想辦法就是要自殺 了結自己的生命 不要拖累太太 那好幾次都被老婆發現 老婆是哭著求她說 你不要這樣子做 如果你這樣做我也活不下去 那所以說讓這個先生覺得老婆 怎麼對他這麼的很感動 那所以從他癱瘓到 就是五年之間 他親生過好幾次嘛 那也跟老婆講要求說要離婚 那一直到了五年後 這個太太在工作的地方認識了一個 小他三歲的男人 那他當時因為還有婚姻關係 他知道我跟這個男人是不能有什麼樣的 曖昧都不可以有 但是呢這個男生就是追到家裡面來 那發現說的確像這個女孩子講的一樣 他有一個癱瘓的老公跟一個女兒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不會有未來嘛 所以當下呢這個喜歡他的這個 小他三歲的男生啊 就等於跟他的老公講 跟這個太太的老公講說 其實他很愛很喜歡他老婆 那他老公也覺得說 那這樣我就成全你們 他就跟他太太說我們來離婚吧 那老婆就是被老公 一方面因為有遇到一個還不錯的 然後老公一直叫他跟他離婚 他後來跟他老公說 我答應離婚 也把這個小他三歲的男生叫過來 今天我跟我老公離婚啊 你必須 你要娶我嘛 你要做到一件事 我就嫁給你 我就簽字 那這個男的就問他說什麼事 他說我跟他離婚 嫁給你 可是呢我要把我的前夫 跟我的女兒一起嫁到 就是一起 大家一起生活這樣子啦 你如果做得到 我們再來談這件事情 那這個男的就說好啊我願意 所以他就跟他的老公離婚喔 然後嫁給這個小他三歲的男人 結果呢這個小他三歲的男人呢 就如果你只是講講嘛 你可以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嘛 但是呢他結婚13年了 他跟他老公離婚嘛 嫁給他13年 這13年來啊 這個小他三歲的男人 都叫前夫 叫在老婆的前夫叫大哥 是幫他拔死把尿 是他在照顧他的起居 然後他後來跟他的太太 也生了一個小孩 可是他並沒有 因為自己有了小孩 就不疼這個妓女 因為他跟他前夫 不是有一個女兒嗎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在整個浙江的麗水市 就被傳為美談 然後連央視都去報導喔 報導說這個事情 有多少個人能夠做得到 就是他照顧他的老婆 照顧他的前夫 還照顧他的小孩 對 這個前夫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是說喔 他覺得他從來不相信 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但他的確發生在我們家 他就握著那個弟弟 那個小小弟的手 就是說 他真的是我們一家的救星 那你就看那個畫面 我們看富大哥是兩個女人 一個站在後面 一個坐在他旁邊 那是一個女人 左手牽一個 右手牽一個 啊不對 女人在右邊牽著 然後是那個 後來嫁給那個老公 站在中間 一手牽著太太 一手牽著 那個坐著輪影的老公 對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真的太偉大了 你不是只有照顧這個女人喔 你連他的前夫一起照顧喔 那為什麼這樣的美談 你講得這麼津津的味 你自己做不到 我說 我說 我也許 你說如果說你的經濟能力上OK 也許你在錢上面是可以的 可是你說 而且你那個男生也沒辦法怎樣了啊 但你要幫他拔死把尿 沒有啊 我覺得他不能做到的原因是 因為他還是用人的角度 在看這個事情 是 我覺得為什麼這個會變得美談 就是人生其實來講說 不斷的給大家出考題 比如說我讓你跟一個人結緣 但這個緣分呢 其實不是讓你去獨佔這個人到死的 目的不是這樣子 是讓你們去經歷一個說 屬於你們兩個很密集在一起的人性的試煉 就你們會經過很多很多的考驗 如果你考驗人通過 你就會像這樣一個美談 考慮不通過就會跟一般人一樣都很慘 所以來講說其實不是這件很難 是大家都還沒有一個智慧 就提倡到說 我要不要讓我的人生不要捲進這麼一個痛苦裡 我要不要再一個高度來看這個事情 你以為我們任何愛一個人 是我愛你我就要跟你到永遠嗎 是這樣的一個目標而已嗎 那只會讓人家永遠不滿足 因為愛一個人就是愛到永遠 才要離開那麼遠的一個自願 原因是因為 我跟你愛到明天我就覺得很痛苦 而且愛到後天你愛上別人我不能接受 就是這樣的一條路 我跟你講 所以我說我做不到的原因還有一點 如果說我沒有任何批評的意思 大家可以去Google這個新聞 你會發現這個女生她是姓 她的我看她姓周 姓周對她老公是姓劉 那娶她是姓趙 你可以去查 你會發現那個周小姐 她不是美若天仙 她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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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的女性 你懂 我覺得啦 一個人比如說我會對你付出很多 會心甘情願付出做這些事情 跟你的外表美貌沒有關係 是跟你有沒有對我的態度 有讓我感動到我願意為你做這些事情 對 一定是要有那些事情 比如說人的魅力不是因為外表 因為外表也會膩啊 人會讓人家心甘情願就是說 做一個超一個高度去為付出的 原因是你給我看到那個高度 你曾用那個高度對過我 我才會有被啟發被感動 有這個胸襟 但是阿德 如果今天那個先生她沒有癱瘓 你覺得她先生會願意嗎 當然不可能嘛 因為她是處於被弱勢嘛 那有些女生 我不是真的那麼心甘情願接納小三 是因為我沒有謀生的能力 我必須要靠我老公養我 我如果離開放棄反對話 那我就被踢出去了 所以我只好勉強自己不得不接受 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啊 你相不相信不能接受的人 就是快要活不下去 他也是不接受的 因為這個是超越生存權 剛剛我們講說他叫做 其實我們這個是天主教的節目 我打算對他豐盛